早晨,今天是1月16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AT开始直击 今早我们有光大证券 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Kimi,今天大肆是什么焦点? 今天大肆焦点 留意外围英国会公布通胀数据 但最主要是在明天星期三的时候 中国会公布第四季度GDP数据 和12月3号的马车数据 对,上日美股没有事 但在现在高位的情况下 未来后市的部署策略是怎样? Kimi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观众朋友,如果你投资上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外围的情况 美股昨天假期,金融市场优势 欧洲股市向下,法国股市跌0.7%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昨天日经平均指数再升到34年以来 最高水平 今早有一个回吐 跌大约0.1%左右 跌57点 日经平均指数最新债步35844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下,跌近20点 最新债步2506点 选择普通股指数都要向下 跌幅1% 跌7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跌37点 跌幅0.3% 最新捕11735点 和大家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跌超过100点 跌126点左右 恒指又回到16,08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完盘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去 先和Kimi谈谈外卫的情况 上日美股没有事 刚才说到有一个假期 无论是股市 也没有一个交易 但想和你谈论一点 现在我和不同的嘉宾谈美股的时候 发现大家的看法很分歧 因为现在看Fatwatch的数据 其实不少人都觉得 是3月就会启动第一次减息 我觉得美股现在高位横行 都是在炒这一件事 但其实不认同的人都不少 而且看回现在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经济的前景 其实数据我觉得都很分歧 举个例子 上个星期尾 不少美国银行都有公布业绩 其实业绩都参差 比如说JP Morgan做得不错 但美银其实上一季 盈利是跌5.6% 花期更加是凝转亏 现在大家就看 未来判断是否减息 都是看美国经济着陆的情况 Kimi 你又如何判断 你会觉得是会有一个软着陆的情况 不着陆 还是说其实大家都要防范 现在在美股高位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大跌的风险 其实现阶段 我觉得美股应该是经历 一个健康的调整期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回美国最近的就业数据 做得非常好 例如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1月5日出了一个最新的非农的就业数据 显示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 而且也看到紧接着CPI 12月反弹到3.4% 所以3.4%这个水平已经去到 去年美国10月的通胀情况 但是你留意12月的时候 油价未去到纽约旗油每桶80多元 这些水平 但是已经见到 美国有CPI通胀再度反弹 所以市场其实现在已经觉得 美国在今年3月 减息的情况应该没那么快 我们都会维持我们的看法 认为要去到今年的第二季度 可能去到5月或者6月 才有一个减息的可能性 你看回最新的数据显示 就是美国现在3月份减息的几率 已经由最初的90多% 降至至现在80多% 最多的几率 都是认为5至6月才会进行减息 不过最近都比较颇多的 美联署官员都走出来说话 其实他们说话 我都觉得最近的看法 是比较忠诚一点的 都是想看多些数据 如果看回昨天的时候 最新也有一个美联署的官员说话 是不会这么快在3月份尽量减息 他认为下季是不会减息的 如果下季数数 就真的是第一至第二季度 所以有不少的美联署官员都说 要再看一些经济的数据 甚至我觉得可以来到 再看看会不会有些前瞻性的数据 比如ISM服务业 因为我们最近都见到 在美国的PPI的数据 是做得比较颇差 所以其实市场是见到 美国经济是受到高利率的状态之下 是有一个影响 它的服务业和制造业 但是就业数据很好 和通胀反达 所以我们都会维持到 到今年第二季度 才会有一个减息的讨论空间 是的 还有昨天美股又没事了 没有什么官员发表言论 但比如欧洲央行那边 其实他们现在都是为大家的 减息的预期降温 也说欧洲央行这边 我们都未必能够 那么快有条件去减息 所以其实不同央行的政策 都互为影响 所以大家都要持续留意着 不同的经济数据 我们看看上天恒指的走势 恒生指数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恒指昨天高开13点 之后人行维持中期借贷便利 即是MLF发便 市场原先预期会下跌 大市由升转跌 跌140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28点 收报16216点 国企指数跌35点 收报5446点 科技股指数跌1.9 收报3404点 大市全日成交710亿 北水连续第二日 录得淨流入 金额有42.3亿 以买入指数的ETF为主 凌富基金最多的北水淨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24.7亿 恒生各自ETF有4.2亿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2.4亿 看下淨流出方面 小鹏汽车昨天急跌9% 有3亿6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腾讯和快手都分别有1亿5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跟Kimi谈谈过港股的情况 港股2024年交易了10个交易日 合共升了一天 其他那几天都要向下 昨天公布的MLF中期借贷便利 维持在2.5厘 未有好像市场早前预期有一个下调的情况 简单说说MLF的操作 就是银行用一些债券等等的抵押品交给央行 然后作为一个抵押品向央行借贷 简单来说如果这个MLF利率下调的话 就是意味央行向市场释放一些资金 昨天早前的时段 大家是在想MLF有机会下调 即是有机会释放一些资金 昨天这个期望其实就落空了 所以昨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内地股市其实三大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看看宏观层面上 未来也会有不同的经济数据 刚才Kimi开始的时候也说到 今个星期有GDP和三头马车 先讲讲GDP 路透就引述一些统计说到 市场预期去年第四季 中国的GDP增长会回升到5.3% 之前第三季就是4.9% 全年计预期的GDP增长就是5.2% 至于三头马车 预期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会回落 现在大家都一再就预期或冲净 未来有一些政策出台 瑞允亚洲经济研究主管 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就说到 未来几个月房地产销售和相关信贷 他相信会逐步回稳 随着经济增长的动能企运 企业信贷需求也有望改善 他预料人民银行有机会降进和减息 时间点上他预期有可能在春节前的几个星期 就会落实 其实很快就会落实 如果预计他预期 昨天的MLF就没有下调 上星期公布的新增贷款 其实都是比市场预期差 Timmy你认不认同UBS的看法 农历年前有机会减息 或者出一些比较大的财政政策 或者货币政策去救市 其实我看到最近 港元的拆息方面 你留意一下 是没有一个大幅攀升的迹象 因为其实以前 我们就会说去到年底的时候 去到农历新年初 接近这段时期 就会有一个流动性的紧张 所以港元拆息 应该会抽回上 但最近其实看到 是没有抽回上的迹象 其实想说明什么呢 其实港股的成交比较淡静 所以在IPO方面 抽出IPO的消息 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看到 是没有一个资金流动性的情况 第二 如果最近真的有 一些比较大型的投资消息 我想都要数数在机管局 抽出的 我才会看到了 明天开始发行 明天开始发行 所以其实已经没有 其他一些投资的选择 很多人又看到 可能股仙的状况 不是那么理想 在港股上 所以宁愿将那些钱 全部都放在定期上 所以你看到 港元拆息没有抽上 你会看到 其实港股的成交量 甚至气氛都是低迷的 暂时都看到 其实在期指表现 现在都有一个低水的情况 都超过140点 甚至看到一些科技股的 沽压都比较严重 其实港股 因为佔科技股的成分股 都有一定的比例 最近真的是一个俄罗斯轮盘 为什么呢 你会看到 好像轮住那样 有一个洗仓的情况 由美团 到腾讯 到昨天百度 是 阿里巴巴最先的 所以现在我想 大家都会比较担心 一些科技股 都不移沾走 所以现阶段 我会觉得 恒指的走势都颇弱 暂时都不移 就是说留底住 但是至于 好像UBS所说 农历年前 会不会减息呢 我自己觉得应该有机会是农历之后才减息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要视乎 就是三月份 美国美联署的议息会议的状况 其实一月份 都有美联署议息会议 但大家都会大体上 认为会维持现有的利率不变 都不会突然间减息和加息 因为最新的CPI的数字 都是攀升到3.4% 去年10月的位置 但未去到3.6% 尚算你见到一些美联署官员的说话 都是忠诚的提法 反而三月份是一个关键 因为大家原先见到股市不断升的时候 都是在炒三月份美国减息 所以我觉得央行有机会 都是看着美联署究竟会否减息 去做一个决定 所以现阶段 我觉得农历年前 在内地方面 会不会降准减息呢 我觉得机会不是那么大 应该有机会放在农历新年之后 看看三月份美联署的议息会议结果 好 好 我们现在版面看到的股价 是未兑原盘的 所以有些 譬如腾讯的跌幅比较大 我们稍后继续观察 不过 告诉大家 这是未兑原盘的 9.20分才会完成这个兑盘 好 我们刚才说了 Kimi分析 觉得推出的货币或财政政策 都会在农历年后才会推出 港股现在看到的趋势 或者走势 都是继续向下 其实那个 黑期就去到万六点边 现在 看技术分析 科指和恒指 其实就在所有移动平均线下 你觉得恒新指数 那个万六点的支持力度大不大 我觉得支持力度都颇扬 为什么呢 最初我们大家都说 会不会有机会双底反弹 因为其实你看到 港股现在走势方面 在1月10日 已经去到差不多万六这些位置 已经是去到去年12月中的时候 那个双底的位置 那时候双底 第一个底部看到的时候 就试了一条五十天线 去到17,300 然后现在再回到 我刚刚所说 12月11日的位置 但是相抵反弹也挺乏力的 还有第二件事 港股真的 很久没有试过三连升 就是三枝羊足收市 到上次三枝羊足收市 已经是去年的8月21日至23日 最初我昨天也有些期望 会不会三连羊呢 但谁知道没有机会了 最后还是阴足收市的 所以现阶段 港股未见到三连羊的状态 走势也是破弱 我觉得现阶段都应该不要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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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